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这名出租车司机着实是被吓得不轻 只一瞬间他的出租车就被撞到了十几米开外 在事故现场 另一辆现代出租车的下方就是男性死者最后所处的位置 由于事故发生的太快 这名现代出租车的驾驶员也没有看清事发时的情况 几经打听 记者在现场找到一位目击者 他全程目睹了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 据目击者描述 包马车司机在发生事故后逃离了现场 那么这名肇事司机到底是谁 在事故发生后去了哪里 而就在当天下午三点钟 有市民报警中 有一名满脸血污的男子在友谊河边的泵房出现 在接到报警后 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友谊河路找到这名男子 经过问询 民警认识该男子就是肇事车辆包马车的司机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